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歡迎來到LUYTUJU 呢 我是小偉 那今天是5月7號 我們PTCG的中文版呢 又再度的發售 而且這次一次發售的是兩盒 那這次的封面怪呢 就是我們劍盾的DLC 雷冠王 那他有兩個坐騎馬 一個是白馬 一個是黑馬 所以他就分成了兩盒 對 一個是漆黑幽魂 這是我們的黑馬 那另外一個是銀白戰槍 這是我們的白馬 那總共會有兩盒 這次總共發售就是兩盒 好那我們看一下漆黑幽魂的封面 就是我們雷冠王騎的零優馬 對他叫零優馬 好 那這一盒 這個銀白戰槍呢 就是我們雷冠王騎的暴雪馬的照片啊 帥吧各位 這個暴雪馬 以及零優馬的前陣陣在VGC的時候 大戰也真的是非常的火藥 都可以看到他們滿多出場的機會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開一下漆黑幽魂 看會開到什麼吧 希望有意圖 GO 那各位呢 如果在超商要購買卡包的話 可以跟店員說 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不用拆卡包 就不用拆包 你就不用拆膜 讓他比卡 就是他只要拿進貨單上面的條碼 用手動輸入的 其實你就可以拿到整合的了 漆黑幽魂 整合的 那這次一樣 30包 開起來 漆黑幽魂 好 那就一樣 兩邊15包 各15包 這次意圖也很好看 然後這次還有金的能量 對不對 各位馬上開起來 今天第一包 我剛剛是拿哪邊 左邊先 好 第一包 沒東西 小閃 八爪武師 第二包 第二包就有黑鞭 來各位 連擊的 喔這次七馬幽魂是連擊的 是不是 扭拉 下一張就是我們的V卡 123 巨金塊 巨金塊的V卡 一缸可以使用子彈拳 20 然後只兩次硬幣 可以增加硬幣出現的次數 乘以20點 那同步之鎚呢 一缸一五 60點 加 若之之寶可夢 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 身上附加能量的數量 相同的時 增加90點 喔 等於說如果對方兩人 你也兩人的話呢 就是 可以 打到150點的傷害 欸 巨金怪 可是 其實看了一下大家的評論 嗯 巨金怪好像是有點難打 好 第一張 我們的巨金怪 沒東西 電脳 錢包 又有編了各位 疊結萌芒 第三張 一二三 傑拉奧拉 讚喔 沒錯我就想要傑拉奧拉 帥各位 張傑拉奧拉的卡圖 有夠好看的 十字拳 100點的傷害 1 電 2 若這次寶可夢以外的連擊寶可夢 使用了招式的話 則對被戰寶可夢 也受到160點的傷害 打100再加160 天啊 傑拉奧拉也太帥了吧 各位傑拉奧拉卡圖 超喜歡的電貓 傑拉奧拉好帥喔 不錯喔 我這次抽兩個卡圖都好好看喔 這次的卡圖是不是越做越好看了 這兩隻都是我喜歡的 好 除草 除草手套 如果裝了這一個 手套的話 對對方的操作性寶可夢 增加30點的傷害 有點針對喔 這樣會好用 應該是不會有人放 沒東西 加德莉亞 這次加德莉亞也有圈圖 而且很香 選擇任意數量的自己的手牌 依任意牌序 放回牌庫下方 然後從牌庫抽出 與放回張素相同的卡 好像有機會用到對不對 加德莉亞 下一包 沒東西小閃 沒東西 致米 選擇兩隻連擊寶可夢 各回復60點的傷害 好像還好 沒東西 連擊的卷軸天之券 那 如果連擊的寶可夢呢 裝備這一張 道具卡的時候呢 可以增加對手寶可夢身上的 附加能量數量 乘以50點的傷害 所以附加能量 對方如果有5顆的話 就是打 250加10點 260 好像蠻有機會用到的喔 而且可以打個 屠如其還是大爆發 而且他只需要1點15而已 這個很好達成的那個 很好達成的能量 很鬼 橘子 選擇自己最多 選擇最多自己三隻的 戰鬥寶可夢身上 放置傷害指示物 改放於對手的 戰鬥寶可夢身上 喔 自己的戰鬥啦 自己的戰鬥選擇三個 放到對手三個 好像也還好 除非這是什麼 一個鋪傷的手段有沒有 藏寶力術 什麼東西 一樣沒有 正義手套 附有這張卡的寶可夢 使用傷害時 對對手 場上的二屬性寶可夢 增加賽斯點的傷害 又是一個針對 剛剛那個是 針對草鼠 這個是針對二屬 那二屬這個可能 還比較有用一點 因為現在 可能無疾還蠻多的 就是可以拿來針對他們 但這種太針對的東西 想必 卡牌應該沒什麼人會放吧 畢竟大家還是需要一個 比較能夠 應變的手段 這就太針對了 除非 你早知道那一天 能夠遇到一大堆的無疾 來囉 黑卡來囉 可是 這個好像是SR 它顏色怪怪的 各位 下一張就是了 該不會是我們SR卡 1 2 3 幸福蛋 不是 這個不是SR 幸福蛋自然恢復 從自己的手牌 填能量給這隻寶可夢的時候 將這隻寶可夢的特殊狀態 全部恢復 幸福轟炸 增加這隻寶可夢 身上附加能量 數量乘以30點傷害 如果希望 再造成傷害之後 從七百堆回 最多三個能量卡 賦予這隻寶可夢身上 好猛喔 這是不是可以搭 玩火牌啊 這個玩火牌 而且它V卡的話 寫量250 還蠻不錯的 幸福蛋 研究一下可不可以玩喔 好再來 目前出了三張 物資水晶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一張超主性的基礎寶可夢 或者是超能量給對手看後加入手牌 唉唷 好像不錯耶 今天缺怪拿怪 缺能量拿能量 這種卡很好 非常讚 看來是我們的VMAS出現了 VMAS 就是黑馬雷光王 黑馬雷光王的VMAS 冥界之飛 在自己的回合呢 可以使用一次 從自己的手牌選擇一張超能量 附著於備戰區的超能量寶可夢身上 那從自己的牌庫可以抽出兩張卡 還蠻夢的耶 極具之魂 那三無呢 可以打 增加自己場上寶可夢附加的超能量數量 乘以30點 再加上這個10點 你說場上如果總共有10顆超 就可以達到310 10個耶 所以我們下面可能還有一張 雷光王的V卡 可以可以 螺旋能量 這就是連擊寶可夢的才能啦 對連擊寶可夢的才能 讚喔 這盒還不錯耶 超滿多料的 每東西又一個螺旋能量 兩張了 有了各位各位 這個閃法呢 就是我們的SR卡片了 滅力仰的後面 SR卡片1 2 3 鯊魚海獸 怎麼辦 開心不起來 然後再這樣置謎 各位我買SR就這樣出了 居然是一隻鯊魚海獸 鯊魚海獸 好還是看一下這隻的卡片呢 一水兩無 在對手下一個回合 受到這個招式的V或GX寶可夢 無法使用招式 打巴士 然後兩水兩五 終極衝擊 220 然後下一回合 手酸 這樣還好耶 不過對手 沒有辦法發動招式 是滿機車的 不過他只要換個位就解啦 欸 沒東西 第一 沒有 下顆牙 選擇最多三張自己的將傷卡加入手牌 然後從手牌選擇 與加入相同張數的卡 反面朝上周圍將傷卡的放置為止 沒東西 又是一個粗糙手套 又有黑邊了 應該雷冠王吧 一二三 喔 雪拉比耶 這張雪拉比的畫風 還滿特別的 從自己的手牌選擇任意張出了 草屬性能量卡 任意方式 填附在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一個填附在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一個填附的手段 將這隻寶可夢與備戰寶可夢互換 然後一炒一武打60點 是打一個換位的 我們可能還會有一張的 保底 遠古目的 雙方的玩家呢 尤其是從手牌貼附能量的時候呢 他是有說 超能屬性的寶可夢 除外 貼到身上時 那隻的寶可夢會放置兩個傷害耶 哇嗚 這樣龍接攻漢一下 再加上手貼三顆 就有60點的傷害 傻眼 東西 幸運能量 是什麼東西 新的喔 這隻寶可夢 這張卡 賦予寶可夢為 四圍一個無能量 那當 賦予這張寶可夢 在戰鬥場上 受到對手的招式傷害時 從自己的牌庫 抽出一張卡 受到傷害的時候 可以抽卡 喔 難怪叫幸運能量 一個反擊的號角已經響起了喔各位 夏科亞 應該還是有一張寶 克雷瑟利亞 天之券 喔 這張電飛鼠 還蠻可愛的 電飛鼠其實 看角度耶 正面的電飛鼠好像就還好對不對 就是某個角度的電飛鼠 看起來就是會覺得怪怪的 欸來了 最後一張 應該是我們雷冠王吧 1 2 3 結果是鯊魚海獸 這什麼鯊魚海獸盒喔 SR跟R一起來 好啦 應該沒東西了 除非爆配 我這爆配應該就是要金卡 最後一包 有東西耶 各位有東西耶 有東西耶 1 2 3 4 5 6 7 7個耶 所以爆囉 各位爆了 3 巨金怪的VMAS 好合理 因為我們開到巨金怪嘛 所以這是什麼巨金怪 在鯊魚龍組合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抽到的東西 鯊魚海獸SR卡 沒有很好看 鯊魚海獸 然後雪拉比 黑馬雷冠王 但是居然沒有出雷冠王的V 幸福蛋 我覺得這張卡應該是可以玩的喔 解到啦 摔到爆炸 巨金怪 好巨金怪的VMAS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這次這個 這盒抽的算還不錯 那希望下一盒的銀白戰槍呢 可以更好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超級別結束了 如果喜歡訂閱朋友的話 就喜歡點喜歡 如果喜歡觀看更多PC去開箱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 然後下午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這個請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我們下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